我们要知道这次短语在英文当中仅仅相当于什么 往往相当于壮语 私下你的 私下你的 所以我会说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In private In private 说我们两个私下你来谈谈 然后对方就不同意了 对方会说为什么我们要偷偷摸摸说对不对 像做贼一样 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常在当着大家面一起来说呢 这个时候就会说 No Why not Why not有为什么不呢 Why not have a conversation in public Why not 好这个句子能记住吗 Why not Why not 为什么不呢 Why not have a conversation in public In public 为什么不当着大家面来说呢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通过第一课和第二第三课 我们把这个public和private把它合在一起 我们才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部分 private会有什么 私人的 会有普通的 表示还有一种秘密的含义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说私下你的秘密的 我们就有一个什么代语 In private 它的反义词叫什么 public 所以我们有public place public school 但是我们有个public house 这个特殊含义叫酒吧 然后我们也有它的一个介绍单语叫impublic 到这为止我们这两个词才叫真正完整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public and we have friendly and we have friendly friendly subjective 形容词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见到一个 以ly结尾而是没做副词的 一般我们见ly结尾都会说是副词吧 这个词是形容词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哪个词 是依次的意思叫lovely lovely remember叫可爱的对不对 lovely 好那底下一个词waiter waiter means服务员和接待员招待员 那waiter一般这个服务员只出现在我们的restaurant 只出现在restaurant 叫餐馆 好它只出现在餐馆里面才叫waiter 那么因此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waiter 餐馆里面的一种人叫waitress 男性的waiter 女性的waitress waitress 好那么还有一种人叫做 我们汉语当中叫什么 在方款里面有那种叫领班是吧 然后他会叫chief waiter 他在前面会加一个chief chief waiter 一般我们的领班都是男的 所以他用chief waiter 好那么下面我们把这几个词一起跟我说waiter waitress 然后有chief wait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汉语当中会说 哎呀你那个服务员过来 如果是个男士你就会说waiter 所以你常常能够看到那个电影上面 会打了一个响指之后说waiter waiter just means 哎呀服务员过来 或者呢他会说waitress 或者呢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当你生气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服务员的态度不好 然后你就会说什么 I want to see the chief waiter 哎呀我要这样领班 chief waiter 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餐馆里面的人 问题是我们不是餐馆才有服务员的 剩下很多地方也有服务员 我们商店里的服务员叫什么 叫shop assistant 叫做商店里面的那种叫什么员 店员 我们就称他为商店里的服务员叫店员 那还有一种当你走进了某某一个会议厅的时候 那个马上就会有小姐告诉你 我们你们的会议厅在左边的第二个房间 那那种人叫什么呢 那种人也叫服务员 他叫attendant 就attendant 好跟我说attendant shop assistant 然后有waiter waitress和chief waiter 这样的表达方式 对不对好 上面的第一种人是处在哪的 餐馆里面的 第二种人呢shop 有个典型的shop 第三个就是其他的这种公共场所的服务员 叫做attendant 公共场所的attendant OK this is the waiter and something so on hand next one 好那下面意思land land means借给 这个词一说起借给 然后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叫借进 对不对 有借出嘛 借给就是借出 那么就有借进叫什么 就borrow 那么然后我们来记这两个词的时候 我倒希望大家不用费那么多的神去借 是借进来还是借出去 我要想大家记住的是 因为我们说了你要学英语 要想把它学得好 你必须要记住他自己本身的用法 那么我们就会想到borrow from 我们land就会是land to 反而这样的这个短语你记住之后 比你什么借借给还是借来 那好得多 因为一个borrow something from 那你就想想from是什么概念 从吧 那的概念一定是从了借过来 对不对 那to是什么呢 是去 那一定是把什么东西借出去 所以是land to borrow from 好 所以以后别人问你说是 我现在问你借了五块钱 然后你又还给我 然后我又从别人的借了五块钱 现在问你的是 我从别人的借五块钱 用borrow还是用land 然后你不管你是借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现在我知道的是 我从别人的把钱挪过来了 从什么的地方来了 就是from 对不对 有from就会那词 borrow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上面 要是大家就记住这两个概念 就land somebody land something to somebody 那么然后我们有land something to somebody 就是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词 send send something to somebody 对不对 所以land这个词还可以怎么用 land somebody something 但是borrow可不可以 borrow可不可以说borrow somebody something 不可以 因为只有这个词是什么的时候 to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land和borrow的第二个区别 在于land可以说land somebody something 但是borrow的后面一定要加东西 borrow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and we have decision decision means决定 好 那决定叫做decision 而我们以前说的是决定是动词 是它的词 动词叫什么 decide decide 不叫decede 叫decide 叫deci 什么 de decide and decision decision 好 动词叫decide 名词叫decision 好 decision叫决定 那么我们的做决定怎么办呢 叫make a decision 那么做出重大决定呢 make a big decision 只要在decision前面下一个big 那么我们做出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比方我们在这里面会说那个遵义会议上面就做出重大决定 那这个时候除了说make a big decision之外 还可以说make a什么decision 叫great great make a great decision 因为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上面的决定流转了整个一个中国的命运 对不对 所以呢它就不光叫big 还叫great make a great decision so this is decision and we have whole and single 好 那下面的一个词叫whoo和single whoo这个词我们书上面把它换为整个的 一说起整个的我们得立刻进入脑海当中 问题现在我们麻烦就在于 我们进入脑海当中的不是whoo 一旦我们打开你的脑子里面的记忆库 说整个的你输入这个词之后 出来的第一词是whoo 而不是whoo 所以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whoo这个词可以表示整个的 whoo也可以表示整个的 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呢 它们的区别有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大家只需要一条就可以 也是我们常被考中的一条 就是all the day whoo是the whole day 这个和你不用记他的什么别的区别 你就记他的在 两个的范围整个一天 两个的范围整个一天 一个叫做什么 all the day the whole范围 the whole day 那么我们大家来区别 他们现在告诉我区别在哪 区别是什么 区别上就是这个the 到底跟all的时候 放在all的后面 跟whoo的时候放在什么 whoo的前面 all the day当中的the 还可以省略 所以我们很多同学能见到的是all day all day 是吗 我们以前见过的字叫all day 很少叫all the day 是不是 它实际上就是all the day的省略 好那下面告诉我 整个一个星期怎么说 整个一个星期我就有两个表达方式 一个叫all week 一种叫all the week 还有whoo怎么用 the whole week the whole week ok this is the whole word and all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词 最后一个是single single means唯一的 单一的 那么它的反应词 不是叫它反应词 叫做它 另外一种 有单一的就会有两个 对不对 两个就会叫什么 就double 好 double这个词大家只要会看 目前为止不用记 yeah and this is all the new words now let's look at the text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课文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句话叫 postcards always spoil my holidays 你看这句话就典型的刚才 我们说single的用法 对不对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明信片毁了我的这个假期 所以以后你就会怎么说呢 会说哎呀 这个孩子哭了一夜 然后让我整个一个一觉都没睡好 你就会说 就会说 the baby spoiled my night 对不对 他毁了我整个一个温馨的夜晚 spoiled my night 好 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话 以后学会学会说sboiled ok spoiled 好 那这个句子大家要学会说 对不对 Las Samurai went to Italy Italy 这两个词一定要分清楚他们的这个重音 Italy 然后他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形容词叫什么 Italian 这个词的重音在第一音节都Italy 这个词的重音在第二音节都Italian Italian 他的音这个字音出最终 Italian Italian 好 那么作为I went to Italy I visited museums and sat in public gardens Now here we have said and 这里面大家看到了一个连词叫and 对不对 好 那么and表示并且我们大家都知道连接的是一个两个并列的东西 但是习惯上大家不是常常做完心填空吗 完心填空当中当你要看到and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了 and往往前后是个对等的概念 and前后一般都是个对等的概念 因为and的概念是和或者是并且 所以他前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词性 后面就是什么词性 他往往前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往往后面跟他大部分来说是相对的时代 所以你看前面他说的是and之前是什么 什么museum就visited museum 是动词对不对 所以他底下也是一个set in public gardens 两个都是过去是吧 好 那么说a friend or waiter taught me a few words of italian taught me a few words of italian teach somebody something 这里面就出现了我们teach这个词的用法 teach somebody something 教某人什么东西 好 那又这样的这个句子我就会想到 小时候我老犯一个错误 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犯过同样一个错误 因为小时候我们老师说 哎呀那个老师是教我们英语的 那个老师是教我们英语的 我们每次才开始都会这么说 都会说he 然后我说teaches 因为我们是那个第三人的单数嘛 对不对 然后我都会这么说 会怎么说呢 说he teaches 我们以前每次都会这么说 说he teaches our english 说他教我们的英语 好那现在我们今天再在这里面来看一下 这句话事实上我们到现在今天为止 我们就知道这句话用的并不好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teach 这个词往往用什么解构 teach somebody something 事实上是教某人什么 而我在这里面把这个hour变成了 是这个概念叫 他教英语 叫谁的英语 我们的英语 事实上是他教谁 我们 叫我们什么 英语 所以这个sumbo的一般不会用hour 应该用哪个词 us 应该用宾格形式 对不对 他这是一个形容词啊 他这是一个宾格 所以我们以后的IHS记好了 说那个老师教我们英语 不要跟我犯同样的词 我不要说he teaches our english 而应该说成he teaches us english 他教我们英语 好那看来我 我希望我的这个错误 不会在其他同学身上能见到 那么再来看下面那个 他叫a friend or waiter taught me taught me什么呢 Italian 他用了一个Italian 语言 那么我们说语言是可数还是不可数 你说句语言是可数不可数 不可数 那不可数前面为什么用a few 好那这边他没有说a few Italian 而用的是a few words of Italian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 如果我不想用words of 不想说什么Italian的这些单词 我直接就想说的是 他教我说一些这个意大利语 一些意大利语 那我用什么词来秀是Italian a little 用a little 所以我在这里面三些听好了 要不然我就会说a little Italian 或者是a few什么words of Italian 他叫我们说一些意大利语 这可以说成he taught me a few words of Italian 又可以说成he taught me a little Italian 所以我们的语言是不可数的 但是语言当中的什么是可数的 words是可数的 这里面就是words用a few 如果没有words的话他就用a little 所以下面我们大家来告诉我这句话 会说会说哎呀你会说英语吗 然后你会说哎我会说一点点 我会说一点点英语 那这个时候我会说 I can speak a few English 还是a little English a little English I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a little 那如果你想用a few怎么说 I can speak a few words of English 哎对那看你看我们这样的两句话 都可以表达同样一个意思了 他教了我们一些这个意大利语 Then he lent me a book Lent somebody something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Lent somebody something 对不对 借给某人什么东西 然后他借给我一本书 I read a few lines but 好然后我们说 这今天的第一个连词叫and 今天第二个连词叫but but但是 我们but往往跟and的概念是一样 只是意识上有转折 但是它的实态啊 连接的并列成分往往都是一样的 叫but I didn't understand a word 但是我一个词都没懂 every day I thought about here think about thought是这个think 就是什么过去世吧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个第一个端语叫thought about thought about means考虑 思考 我们除了说thought think about 还会说think什么呢 think of think over 叫仔细考虑 现在我们一般的考虑这个词想什么 会用这两个词来对的 要不然用think about 要不然用think of think of 好表示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考虑 而我们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个think something over 是指指反复思考 think over的概念是指反复思考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把这个题目想来想去 那我就会说think it over 但是什么叫think of呢 就是想到什么东西 每当我想到什么东西 我就会说的是 when I think of something 只是表示想到 思想 一旦达到什么样 叫think of everyday I thought about postcards 那么他没有用think of 他用think about 对不对 我们说think about 等于think of 他说每天我都会怎么样 想到这个postcard 他不是说每天我都会把postcard想来想去 他是每天我都会想到这件事情 想到这件事情怎么样呢 my holidays passed quickly my holidays passed quickly 说我的假期过得很快 你看他过得很快 他跟我们汉语当中 表达方式一模一样 过的 这个过的他怎么说 passed就过去 这个假期过得很快 my holidays passed quickly passed quickly but I did not send cards to my friends on the last day on the last day 我们在第一个课当中 我们有个last week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第二句话当中 说last summer 然后他那个last的前面 他都没有加资 也都没有加现实吧 为什么到我这句话就要加现实 又要加资呢 特指 特指哪一天 好 那所以我们说 那这个词不叫特指 是因为这个last的这个词的本身原因 last的这个词 它会有两种意思 一个叫last week 叫什么星期 上一个星期 翻为上一个 对不对 去年叫last year 但是last的这个词 除了表示上一个还可以表示最后一个 所以我们说last的这个词 一旦表示最后一个的时候 他前面要加贯词 the 他要加表示最后一个 他就加 他不表示最后一个怎么说 那就不用加 好 那我们表示在最后一个星期 我就会怎么说 the last week the last week 但是如果上个星期呢 last week 我们说如果表示上一个这个last前面 要不要加the 不需要 所以我们说上一个 the直接用 last直接用 如果表示最后一个 前面要加什么 the 这因为有了the 我们曾经说过 那个一侧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说 以last的开头的时间 是不要加贯词的 问题我们今天不是以last的开头的时间 他是以什么开头 the开头的了 对不对 所以那么我们照样要加时间的借词 什么样的借词 最后一天是个具体的一天 所以我们说具体的一天和具体一天 早中晚都是什么借词 on 所以变成了 on the last day 范围上一天还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on the last day and I made a big decision 说最后一天 我终于做出一个最大决定 I got up early and bought 你看and的后面又用了一个过去式 对不对 I got up and bought 我起床起得很早 并且买了37 cards 买了37张卡片 I spent the whole day in my room 这句话我们大家要先把它备讳 我现在什么都不说 你先把我这句话备讳 I spent the whole day in my room 我现在是更加 god土梨